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是带来哈士奇搭配海德拉 这场比赛还有另外一辆清风 这场比赛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道具赛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只有一辆清风和只有一辆海德拉 就只有我们这两个车能让别人产生自暴 就这只有仅仅只有这两辆 开机的话呢 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 撞墙的话 这个是因为受你们的影响 如果说清风海德拉多一点 那这个比赛还怎么玩 这个老玩家回归到闷逼了 咱们这里直接放出爪子水弹 看看这把比赛有多少个自暴 我觉得那是吐了 这里的话咱们直接刹车 复位啊 这个自暴我不想吃 然后吃点吃一下 那本场比赛吞噬大魔王好像有四个还多少 这的话咱们吃点吸一下 然后放出普通脑袋 这里第一吞噬大魔来了 哎 我烦死了 来一起抱吧 咱们再放爪子水弹 前面的人肯定要抱了 那这里的话呢 咱们吃到 吃点复位再吃一个被抢了 这个社会竞争依旧是非常的激烈 好 这里复位再吃一个爪子水弹 直接放出去 然后超级弹器往前冲 看一下咱们命中了 咱们后面的不要管 又吃到一个超级弹器 不 又吃到一个那个那个沼泽水弹 然后咱们调整一下车位 金瓷产生的护盾手术后面的冰冻导弹 看一下 那后面的人也是自暴了 这里的话呢 咱们吃到一个飞碟 复位再吃一个沼泽水弹 直接放出去啊 看一下前面的人命中能不能自暴 那这里的话咱们又吃到一个 你看只有一个道具槽的时候 它优先会给你大魔王 这里的话咱们再放出沼泽水弹 所以说它优先给你宠物的判定 这一点就很难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放出水弹弹 然后再放出水弹弹 看一下 这里又是不断的自暴 我去咱和金瓷 咱们这些西桌 又有狮子连弹 我去这个道具环境 哎呀 我难打 我看这边还有毒自暴吐了 我到现在这里都还没过去 哎呀 我好看一下 那我现在目前是第七名 这里的话呢 咱们又是双吃 放出沼泽水弹 磁铁吸一下前面的人给我抱吧 你们啊 这里的话 让磁铁再吸一下 看一下 哎呀 我去 哎 又是又是一个吞噬弹 我又要抱了 哇靠 难受啊 就这两个车 就只有一辆轻奋和一辆海德拉 而且还有两个是人机的情况下 你看道具环境就如此了 你想想如果 轻奋多一点海德拉多一点 那怎么玩 从头要抱到尾了 玩个锤子还 好 这里放出闪电 这里看一下 咱们直接是双吃 迅速要空出道具 放出闪电 放出超级氮气 看一下 这里又是个吞噬弹 哎呀 吐了放出闪电 好 这里我再放出 找到水的瞬间秒放 再放啊 这里又是个吞噬弹幕 又是魔 哎呀 我去啊 哎 现在这个道具环境玩个垂垂 哎呀 我的天呐 火焰脑弹没给我弹幕啊 太恶劣了 现在这个道具环境啊 看一下 那咱们前面的话 我看一下能不能吃到吃到一个 哎呀 一个超级导弹 一个水道的咱们认出去 前面没给我精词啊 或者说蛋蛋气 又给我个弹幕啊 那咱们前面只能躲拨了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第三名 最后冲刺至少是第三名 哦 第三名 还可以最后重点极限反杀 啊 第四名啊 咱们拿到第三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主要最后运气不好 没给我担心我有精词啊 那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道具环境有多么的恶劣啊 多么多么的恶劣啊 你不从前已经完全没得玩啊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